两百块钱两条的 我觉得二三百块钱一条 这个质量就可以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鉴别 不要让服务员给你试 自己试 把这个羊人披肩抓过来 攥在手心里面攥一下 然后松开 看它的弹性 那像姐姐你这个披肩 你可以对比一下 摸上去的手感就不一样 你们可以自己去摸 不要让服务员给你试 自己去试 抓过来以后自己去摸一摸 质量确实不错的 那这边的话 当然想送人的话 这边有一百块钱两条的 想送给亲戚朋友 对吧 多多少少带一点的话 就一百块钱两条就可以了 送自己 想给老婆买的 对吧 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 二三百块钱 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 那因为这个披肩呢 它有包装 还有包装袋 还有包装盒 那我们建议大家买完之后呢 别让它给你装在盒子里 别让它给你装在袋子里 你盒子和袋子单要 因为这样的话 你放在箱子里面 就不会压扁了 拿回去送人的话还比较好 那自己的话没关系 你把这个披肩和盒子分开装 盒子的话拿出来 咱们放个拉杆箱的夹层里边 平平的一放 回家以后再把那个围巾 这个披肩塞进去 就OK了 我觉得送人的话 盒子也不会整 而且是属于内蒙古这边 特产也不贵 一百块钱两条的 二三百块钱一条 这是披肩 那这边的话呢 还有这个推荐给大家 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个内蒙古这边 一个特色的东西 牛角书 各位这两天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睡眠不好的 或者说精神压力大的人 买一个牛角书 可以刮多 就刮沙用的那个东西 回家自己可以刮 然后那个牛角书 还可以干嘛呢 没事干的时候 拿出来梳一梳头发 它是改善血液循环的 但是这边它有卖两种 一种是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工厂 机器直接压出来的 它是直直的 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几十块钱一个 然后它还有这种手工打磨的 手工打磨就是按这个牛角的形状 它是弯的 手工打磨的 那它这个弯度的话 肯定会比这个直的要好用一点 但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有一百多的 两百多的 还有更高的 那就大家自己看情况 那如果各位有买到这个牛角书的话呢 跟各位说一下啊 我们说它是属于天然的牛角 打磨出来的 所以说它肯定会变弯 如果你买到的话 不会变弯 那是塑料的 肯定会变弯的 不要说变弯以后说 你上当受骗了 变弯了 变弯了没关系 家里边有书 这么厚的书 差不多拿上两本一压就行了 但建议大家书头发的时候 尽量不要书湿的头发 因为它常去接触湿的头发 这个书子肯定会变弯的 如果说湿到湿的头发 或者觉得这个书子弯了 其实上班没关系 有包里边可以放一把小书子 这么大也不大 放到包里边就行 那这个书子呢 没关系 弯了以后把它放了 用吹风机吹干 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拿这个书压上两天 就又吃回来了 没关系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牛角书 供应品这边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产银子的地方 反正这个地方的银子呢 和我们所说的这个 云南的银子和西藏的银子 不一样 云南的银子现在 80%都是白铜 不会变色 对吧 这些东西都不会变色 可能带的时间长了以后 也不会变色 三年几年 你不会看到 它有其他任何的变化 那我说藏银呢 它的含银量 大概只在30% 那我们说蒙古族这边 内蒙古这边呢 我们说呼号头这边呢 它有银矿 它的这个纯银度 产量呢 有999的千足银 还有990的银子 那我建议大家就买这两种 如果大家说 你们要买925的银子 我觉得也没必要在这个地方买 现在满大街 满世界满 都是925的银子 就是我们配戴的这个饰品银 啊 项链呀 戒指呀 这些 包括耳钉呀 这些啊 那我们说建议大家买什么呢 990或者999的这个银子 那银子的话 我们说呢 这个地方 我觉得想给老婆买的 想给自己买的 想给自己妈妈买的买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手工 啊 就是手工雕刻的这个 手工工艺的这个银手镯 啊 很不错 质量不错 而且它是999的 上面都有大标 而且它都有证书的 啊 没关系 如果说你一个星期之内 我不想要了 你可以 它这边是 可以包退包换 但前提包装不要坏了啊 它都可以拿回来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说为什么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有手工的 有机器的 对吧 为什么推荐手工的呢 手工的可能花色不是特别 不像现在样式这么新 但是我们说手工呢 它是有蒙古族老工艺手 这个水平上的 包括这个拉斯呀 雕刻呀 全部都是手工打上去的 别看它的样式普普通通啊 可能或者有的人就买一个 什么都不带的 就是光面的一个银镯子 但这个东西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 你带的时间越长 可能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这个镯子还是可以带出去 如果说现在买到新样式的 比如说就是那种 打个高光的 光打上去 感觉这个镯特别特别漂亮 可能戴上一两年之后 你就不会再喜欢了 越普通的东西 我觉得是越好的 就比如说上面 什么都不带的 再一个就像我们这边 有卖的那个 就那个镯子上面 刻的那个六字真言的那个 六字真言的 我说它呢 是这个寓意比较好 保平安 对吧 可以祈求我们家人平安的 比如说给妈妈买一个 这边有吉祥如意的 还有这个就是说这边 那我们说推荐给大家 买个银首帚 对身体也好 我们说银子这个东西 去多去失 但是这个银子这个东西 肯定会变色 因为什么 我们说身体不好的人 这个银子呢 越带越黑 身体好的人 银子越带越亮 像我平时 我就带这个 平时我有带银戒指 或者说这个 我就穿银链子 一般来说的话 去年冬天 我生了一场病 在医院树叶树了 大概有一个多星期 那个时候 我每天回 有一天回家 头两天我没带注意 然后有一天 那天去洗澡 然后突然发现 我这个戒指啊 不光是变黑了 从灯光上面写 从灯光上面一晃的话 大家应该都有 家里面有个绣花针 拿打火机一烧的话 它有各种颜色 彩色的那个 我那两天戒指 就是变成那样了 我一下觉得很神奇 以前别人跟我说的时候 我真的不信 但是那次我真的信了 然后它这边的话 直接就变成 都不是说黑色 直接就是灯光一晃下来 都是彩色的那种颜色 等到我树完叶过了 有个大概半个月 又变回来了 我还以为一开始说脏了 我还说去洗一洗 那我说 其实这个买的 这个银镯子呀 银子这些东西啊 千万不要拿去让它洗 因为洗完了之后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银子 就被破坏了 尤其拿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 首饰店里面说 你给我洗一下 确实花了几块钱 它能给你洗了 重新又变量了 但是不用 我们买到银子之后啊 可能说这个银碗呀 银水杯呀 大家买了之后 想给小孩子用 这个小孩子长时间用的 时间长了 这个银碗变颜色了 没关系 不要拿去拿它 那个化学用品 去洗啊 拿什么呢 家里面用的那个牙膏 用那个就是说棉布 千万别用那钢丝球那些去蹭啊 蹭完了以后 它就表面就被就被划坏了 那就更容易变色了 那我们说呢 拿这个棉布 蘸着这个牙膏 少蘸一点点 蘸太多的话 这个牙膏会和银子会起反应 少蘸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碗牙这个东西啊 顺着这个 它的这个纹路 好好擦一擦 那这个银子又会重新变回来亮了 啊 所以说呢 我们说呢 在这个地方 推荐给大家买的 就是这些 那还有一样 就是说如果各位有感兴趣的话 这边的蒙古刀 想要摆在家里面 也很漂亮 啊 那这个蒙古刀呢 如果大家有买到的话 它这边呢 可以邮寄 因为它只有这个地方可以邮寄 大家如果说带飞机带不走 啊 或者说带飞机带不走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 那你能不能小刘我留给你 你给我找快递给我优回去 快递现在不允许带道具的 只有说他们这种工厂店 可以直接给大家 把这个蒙古刀 优到家里边那边去 啊 只有这一个地方 那如果买了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邮寄 哪怕是一把水果刀 不然的话 你们买了肯定最后留下的 就给我了 啊 如果你们想要给我留下一把蒙古刀 我也不介意啊 那这边的话呢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还有呢 在这个地方 再推荐给大家最后一样东西 我们大家平时都用得着的 啊 就是这个皮制品 这边的这个腰带 钱包 啊 大的我觉得没必要 啊 这个皮带呀 钱包呀 平时我们家里面都会用的 那这个皮带 尤其是皮带 这个地方的皮带质量特别好 因为什么 现在市面上好多有卖的 带的时间长了以后啊 之前我妈给我爸买一条腰带 上面一层皮 下面一层皮 中间特别硬啊 我爸扎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中间断了 断了之后打开一看 中间是一层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打包的那个 纸箱子啊 的那个那个东西 啊 是硬纸壳子 放进去了 确实挺硬啊 摸上去还挺软和 外皮挺软和 中间还挺硬 心想质量还挺好 那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那这个地方是这个呢 我们可以从那个 它的那个断层去看 啊 我们是腰带 它都打眼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 从那个断层中间可以去看 那其实去看的话 它中间是不会加任何纸片 它是这个同层牛皮 或者是二层牛皮 做的这个钱包呀 啊 皮带呀 质量都不错 啊 那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啊 那我说其实各位 如果有想换钱包的话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那种想 那种说法啊 在我们内蒙古这边 像我们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 钱包要三年一换啊 在一个买钱包 进面买黑色的 不要买红色的 不要买粉色的 啊 说红色和粉色 其实说是守不住财 啊 一般都说要买黑色和棕色 那这边是有这样的 一个风水的说法 就是说 钱包用三年 好运气就用光了 再换一个新的钱包 重新转换好运气 啊 如果各位想换的话 你们可以换一下 那这边换一下 像这个皮手套 皮拖鞋啊 这段时间 都在搞这个特价 前段时间 我客人买了双皮手套 好像因为一百多块钱 不是二百多块钱 他买了双皮手套 啊 然后 皮鞋啊 好像是有 皮子的东西都有 啊 你想买双皮鞋带回去啊 可以 马上穿回去啊 可以的 那像这边 它这个皮质品 确实是质量很不错啊 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买的 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 这个大家就看情况 这些东西呢 是我个人觉得啊 质量不高 然后它的这个 相对它来说 它的这个 东西特别有保证的 那这边的话呢 杨树毛 或者是柳树毛 一般这边都是种的杨树嘛 杨树的时候 春天这个时候 它会刮那个树毛子 啊 我特别怕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刮 我就浑身痒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过敏 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一刮 我就浑身痒了 不行了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工厂呢 特别特别大 里面的东西呢 大概有上千种 好几千种 那如果全部逛下来的话 可能逛半天也逛不下来 但是因为下午 我们还要去一个博物院 这边的话呢 现在是不到十一点钟 我们这样 最晚了十二点钟 我们在车上集合 但是不是说 必须要在里面待够两个小时 或者一个半小时啊 我们最后人齐了之后 咱们就走 好吧各位 但是最晚的话 我们十二点钟 在车上集合啊 那这个地方呢 下车的时候 他会给每人一张参观卡 这个参观卡干什么用 别丢 出来的时候 可以换一张 现在外蒙古国 还在流通的一个钱币 虽然不值钱 他那个几十图 可能就是咱们的几毛钱 不值钱 那个东西确实不值钱 但是我觉得大家既然来这边一趟 可以换个纪念品 再出来的时候 用那个集参观卡 那我们说大家集合时间 都清楚了不 清楚 那这边的话啊 我们十二 最晚十二点钟 我们在车上集合啊 那我们各位姐姐们女士们 对吧 逛街 对吧 时间对你们来说 肯定是少之又少 所以各位啊 抓紧时间啊 这边我们十二点钟 准时车上集合啊